你好 欢迎你收听大观演义 我是David 又要加餐你到尾 气都没有 今天俄国正式报复 开始吠飞弹过去基辅 Saparisha和利科夫 变成是1 2就是金仔 除了继续射导弹 而且他说这次的演习是无疑用核子攻击南航 以及扔150架战机上天空去玩演习 对应南航和美国演习的威胁 另一方面 当然有俄老富豪也是普京的支持者来到香港 到底是否上了水 到底是怎样 没人知道 但美国已经warn了 你小心点 你不要搞这些事 这个又一解 另外就是 Elon Musk的 亲中言论 他发表了之后 immediately就被外交部叻叻了 你不用多事干 然后今天又赢了他 但是有趣的就是 Elon Musk今天又说 有出东西说 Starlink应该不会有机会进入中国 同时传出就是 Elon Musk在想 怎样令Starlink在Ukraine 战场那边 即是可以 不用掉摆发射器 如果连手机就这样serve 都serve 到呢 增加通讯 但是其实呢 这里还有德国的铁路事故 这里有一大堆东西 已经在某程度上已经显示了几样东西 我们现在就 接着会讲一下 哪几番东西 我们首先讲个结论 就是无论是俄国的凶杂 肥仔金的玩核 德国的铁路事故 Elon Musk那边可以放在后一点 但是至少之前这三个 某程度上都可以说跟俄佬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俄国佬的策略 俄国佬的这个策略 或者普京的这个策略 我觉得呢 某程度上是 最右翼极端 勾吹那帮玩核 扔核弹过去 还有 俄罗斯真真正正要负责任的官僚 你无论外交部你看拉夫罗夫 还是他现在的小姨股 他下面的副国防部长 总参谋长那群人 包括普京一些内圈的人 甚至是他那些 有些支持者 但要出钱的那些支持者 就不是只是出口水那些 我想是两者博弈的一种 妥协 所以这里有揭示几样东西 第一如果是这样俄罗斯佬 应该这么说他不会自己直接玩核 如果要玩核 早几天 真的要做的其实早几天可以做 但是他现在不玩核 反而就是 令我射飞弹过去报复 如果他有心玩核 他射飞弹 转了是核弹头就搞定了 因为他其实可以有一些小当量的 他因为这次射过来的寄文 应该是KH101 其实他另外有一个型号 是可以装到热核导弹的 就是装到个弹头热核弹头 当量是小的 就是小当量 但是 如果沟射的话 都可以搞得很大 按照普京现在的情况 你想在战场上逆转 状况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他有动机 其实这个射下去是可以当核尼射 即是索性发癫 但是 不见他这样做 而且这次射得 有些位置都很准确的 因为有些位置你射到到基库市中心 接近一些政府大楼 分分钟是接近总统曼工室 如果你射的那个不是传统的 弹头 而是 核弹的 你分分钟真的可以射倒 扎连斯基政府 即是 可能真的会蒸发了 即是核辐射都可能会伤到 扎连斯基甚至 和他的同事 那些 那就可以玩得很大 但是他不玩到这些东西 这里面的message 就明显地他不敢 亦都不想自己丢 因为很清楚知道的 这个就是 如果你这样一搞 普京就变成全人类公敌 那你就死定了 即是对普京自己坐在这个位置 是坐不下去 现在玩conventional 虽然 我们经常会觉得 如果他输了他就即时倒闹 但是他有一种吊诡的情况 可以做到 如果他倒闹的话 怕他下面那群人 当然第一要争 第二就是有一群官僚 或者一群权贵 他们都会担心 就是 到时不知道 上了什么人出来 而那些人是不是一定对他们好 就未必的 可能会担心他们的韭菜 有时那些右翼人 真的上路来打嘴炮那群 因为打嘴炮打得太响了 有些狠东西他敢做 他不做不行 但如果他做了就真的是揽炒 揽炒不是只是揽住西方一起炒 揽住整个俄国 连那群贪生怕死的 Origachi 那群一起炒粉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 有一群人 就算他多不喜欢普京 拳贵圈 即是觉得 这条老猛洞 已经判断到暖晓龙 但是 他们会考虑的就是 Succession 问题 普京之后 如果上来的更狠的话 他们就更糟糕 现在捏着腿 也叫做托着这条人 托着这条人 那个做法就是 一定会将 右翼那些勾吹勾叫的那些想法 将它downscale 即是说 你不要真的扔核 扔核是死硬的 conventional warfare 但是conventional warfare 怎样呢 就不是正统的 即不是直接打击战场 又是那句psycho warfare 心理作战 仍然是想搞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有这样的善良 第一攻击德国的 那些铁路似仙 我私下是俄老做的 而且这些更加合乎普京的东西 普京他比较擅长的 绝对他不懂打仗 他不行 但是 指挥这些恐怖活动 搞破坏 作为一个KGB出身的人 他懂得指挥这类东西 或者至少懂得下这种命令 另外就是 攻击城市的民居 那些他也做得出的 他由头到尾就是 我不输 我一告诉你 你别以为我留的 我杀了你的平民 他是不是说 想着这样可以阻碍 阻碍到 乌克兰的政府的决心 或者他的军事行动 我不认为他阻碍得到 但是他可以令到你的心态 杀了你的威力 等你一时三刻你的心态没办法 很舒服很顺利 越打越旺 这次真正 不是了 他杀了你的气炎 这些是心理战术 更加都是心理战术 就是永远保持着 同时也都令到你西方总觉得这件事 不会那么快结束 因为如果 之前在赫桑一路的战步 加上克里米亚这一堂事 不单止普京已经被人看死了 甚至西方会觉得是顺利 即 快赢了这一局 再捱一会就行了 现在普京的做法就是 想摆一个姿态 没那么容易 你以为吧 另一方面 就是为了不让他的核恐吓 真的变成 得淡笑 那玩的那一局 玩瘋的那一局是怎样呢 就是等金仔去开闭第二战场 但是金仔开闭第二战场 是不是真打呢 我看也不是 金仔也不傻 金仔知道自己手上有多少架杉 以他这个架杉 你假设真的主动攻击韩国 就是 或者甚至主动攻击美国本土 就是两个字叫爪市 金仔未绝望到这个地步 作为人类公敌的排行榜里面 金仔未排到最前 甚至也不是排第二 就是排到厚一点的那个位置 如果是这样的话 金仔就没什么必要去打争 但是如果他能够去拗倒 俄罗斯 比加山 拗倒中国给钱 然后他放出烟花 而且放一个比较紧逼的态度 有机会就能敲诈到南韩 甚至西方的一些东西 特别是南韩那一次 在他射完飞弹之后 他射回回头那一刻 有一支 南韩的飞弹 居然是 即是 不单止飞不过 不是飞好去launch launch了之后 自己跌落自己南韩的土地 即是还吓死人 这些脱车会令到金仔觉得 有机可乘 可以乘机敲诈得更劲 所以就玩大个游戏 一边玩大 就一边 当然 第一个message就是 你美航那边演习还演习 你别想着借机埋我的单 第二个就是 你们现在欧洲线在吃 麻烦你给我一些钱 如果不是 我就天天空到你暈了 你兜个圈给多少好处 都更好做 如果不是 你就死定了 我一定会吓死你 被那种侮辱 这是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就 就是 会不会真的可以 拗到多少的 的 着数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起码他会这样叫架 而俄老呢 也都愿意 金仔做这些叫架 因为 这样的话 俄老的做法就是 喂 你以为你恶了 其实我都恶了 我都有影响力 我还是可以在另一线上 搞到你头痕 你不如跟我谈判吧 对于普京来计 谈判赢得 最好是什么都比你打仗 打下去 当然他明知现在的机会很小 但是他都一事 尽量要给西方麻烦 甚至就是麻烦有时 给到西方 不只是 给到一些 直接你普通人看电视的那种感觉 他现在就是要空到你普通人 你想生活 你惹了你激怒我的 你不要以为你住在德国 你住在美国 你住在英国 你很安全 我随时搞到你 全家富贵 你躲不了 更加不用说 在乌克兰里面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肌虎恢复正常 你不要以为利科夫恢复正常 Sapporichia你现在想着就来解放 我还在那里 扑你个街 你也是跟我谈 其实后面那一句反而是你也是跟我谈 你跟我谈你各样给我的话 那我就不搞你了 当然是不是不搞你 当然不会 但是一时三刻他都要养伤 就算这一场我假设 很夸张地说 不知道为什么他赢了 一时三刻他都推不到 战线再过去 他只能最多守着这些东西 更何况他现在根本不可能 别人也不会投降 所以他最多就是谈判到 某个位置是他有接受到 别人也接受到 但是他控制就一定要控制 因为如果你能不能凶 也是 因为如果你不能凶 什么chips都没到 更加不用谈判 但在这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回到那边 西方的 惡计 其實鵝魯都不愉快 而且射完這輪導彈 到底還有多少剩 我想這次射完之後 會不會有東西要拿去分析一下 尤其是如果有些彈沒有爆 掉落地 我想他們又會收集一些情報去分析一下 那裡面會不會有中國chips 或者其他東西 哪個供應的呢 或者伊朗的無人機 他們都會拿去分析 然後再接受一下俄羅斯到底可以打多久 而俄羅斯不敢這樣射過去 我想他也是想展示給別人看 就是你不要以為我真的什麼都沒有 我還有家當的 我不是沒有家當的 我還敢射一輪過來 我不射得那麼密 但我無端端射一轉過來 你不要以為我留 我想是這樣 雖然你說有些虛張聲勢 但是至少令到別人的氣炎沒有那麼強 這個心理效果未必是沒有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今天的reuters也好 什麼也好 報導也好 都在說這件事 同時平一平衡 就是克里米亞的樣子 那個後果 他現在還了拖 同時也向右翼那些人交來了 那他就可以站穩一點 因為記住普京其實 老實說 到底贏與輸他都不在乎 最最有負責他可不可以保持權力 所以他現在怎樣也要有個動作 舉動就是 令到那些的右翼 有塞住他的嘴巴 讓他一時三刻 威脅不到他 他還可以站在台上 繼續按摩理想 但是你說是否改變到戰局 戰局我不認為改變到 這些東西改變不到多少戰局 但是這個做法是一個心理戰術 我心理戰術同時在響著幾件事 第一我還有餘力 第二就是你也沒有逼得我太準 我有餘力可以恐嚇到你 可以令到我打不贏你 但是我可以嚇到你 我可以嚇你的利益 我同時也告訴你 我還有課可以跟你玩下去 我可以拖場來玩 如果拖場來玩的話 大家都知道跟著那個通脹 其他那些東西 也會傷害到那些經濟 而好像Elon Musk這些企業家 很多人受不了 包括你想想 德國的應該是經濟部長 還是能源部長 那些都在發聲 現在他們都很擔心 冬天不夠氣用 民居不怕 但是最怕工業沒有氣用 他們都擔心 這樣對德國的經濟 打擊到底有多大呢 這個你也看到是橫跨歐美 也有企業家在想這些東西 當然包括Elon Musk那些 Elon Musk一邊 就是中國廠房 就是Tesla那邊的廠房 他很滿意 現在正在擴張產能 這個我想就是他的Lip Service 拿到的回報 另外 但與此同時 Starlink那一段 他又說沒有進展 我想這些都是訊號 訊號當然又是射到中國 有些角度 就就是說 中國正在擔心 我被他拿著手袋 我被他拿著手袋 所以台灣那一段 他這樣說 就變成了 我做了事情 Tesla為什麼產能可以增高呢 為什麼可以出得多貨呢 你自己想想 當然可以讓你班人上班 怎樣封控都封控不了你 又同時讓你的車子落損 諸如此類方便了 我猜都是這些 那他就 Elon Musk不就要還 因為如果以Tesla 一直這樣的股價表現 以及之前的實際業績表現 再繼續這樣下去 就是這樣醜的話 我想他的加數會頂不住 再加上加息 他更加頂不住 所以有些事情他做了 他就看看可不可以 借著消息 如果Tesla的股價 Tesla的股價不3-4 可能他還可以轉身 如果3-4就會死 但Starlink那一段 我想也是表態 表態之後 就是Starlink 即是說烏克蘭戰場那一段 暫時不會有異動 他會繼續撐到底 也會想辦法去serve你 但是與此同時 中國那一段 他就在哄中國 這個我懷疑甚至就是 會不會是美國 在後面 在後面 不是全部 我覺得是少數 因為如果你看美國 民意或者看 一些商界暫時的表現 都沒有那些 但有一小部分 還是很希望 現在兩頭 投石問路 投石問路 之後 發覺 似乎 堅持在俄國砌 但中國鬆手 似乎可能會想想這條路 反正俄國佬就沒有辦法了 即是已經打開了 你不打下去也未必可以 反正烏克蘭一定不肯制 也都 普京也不肯制 因為開了拖就很多事情很難做 但他們的看法就是中國未開拖 如果中國一天未開拖的話 是不是還可以想呢 是不是還可以拖多一會 或者賺多一會錢呢 或者甚至是真的哄得到中國 可以令到中國 突然之間轉回到中間 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有機會會有的 我不排除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想幾樣東西合起來 同時當然 雖然 Ear Musk 乘機將個責任就是俄羅斯 Starlink 早前他亂說話那些責任全部都推到中國 現在 就是明顯 而有一點很明顯 就是 中國外交部之前的反應很有趣 他先來罵他多事 後來才找秦剛來稱讚他 這件事我很懷疑 第一是中國外交部的標準回應 是未問過上面的 我想Ear Musk 可能是吵過 我和我支持你 你們吵我 然後再出一個回應 但如果是這樣 亦都顯示中國內部 有些事情 首先是標準 是硬 但亦都是因為這樣 每樣東西他們都問上面 但未問上面之前 表態就一定去到最硬最左 然後現在可能上面有一個命令 我現在在統戰美國的企業界 然後馬上放完讚他們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再想深一層 加上Starlink這個消息 實際上就有些像 中國更加有些像 以俄羅斯人來做黨殺 他就真的想走回快樂第三人的位置 因為反正你現在 如果看那個實力的話 你試來試去 以中國現在剛剛 尤其是八月電戰那一次 即是佩洛西那一次 看上去什麼都拿不到 如果是這樣 因為剛才炒了兩個將軍 炒了兩個 你炒了兩個 還是搞電戰 搞什麼的將軍 你換個新的 一時三刻 那班人還未完成 所以我想他現在 還是想購買時間 統就一定要統 沒有統 至於和統沒有統 也不用說 總之統 沒有統還是和統 看情況 但統就一定要統 二七年前 一定要解決 這個問題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現在如果能夠有一個空間 讓他再靠多兩口氣 再更新一些東西的話 加大把握 我想他可能想要 而俄羅斯老富豪走到來香港 這件事 我覺得未必有這麼簡單 就不是抱抱歐經 這個剛剛相反 不是抱歐經 就是抱歐經春袋 抱歐經才不是這樣做 抱抱歐經你就把他送回去 但是這些是拿著普京春袋 這些俄羅斯富豪 如果你是真的很效忠 那些他不會走 大哥 他來香港做託嗎 有什麼這麼快走 應該留在俄羅斯那裡 練一下新娘 上衛 普京學一下財 捐一下錢 這樣 走也走不及 這些人 尤其是阿里加茨 都是看利益 看錢的人 他與那類型的支持者 會不會其實都是在找路走 找中間出路 這個我不是一定說 哪個好人不好人 我只是一種想像 就是這些傢伙 會不會都是拿著一堆 資訊去做商人兜售 但是你直接投奔西方 也不是 西方不會理你 所以他來香港 這個受制裁人物來香港 也有一種可能 就是會不會普京把這個朋友當特使 但是無論是特使 還是他自己想走 其實都是一個春袋 所謂特使 有時都是春袋 因為特使 如果你的氣勢如虹 特使就不是春袋 但是當你的氣勢一斜了 周圍喊弟的話 那你的特使 很多時候就是一個春袋 你要有春袋 你才想想想想 好不好幫你進去 但是這個春袋 如果拿了 是不是真的會馬上幫他 我又覺得不見得 我懷疑 中國都是最多 用錢去拆認 即是用錢去給金仔 用錢去給伊朗佬 然後兜個圈 等再供一些 晶片也好 或者有些什麼產品也好 然後等他們那幫人去組裝 組裝員拿去開第二戰場 我想直接資助都 可能要繞幾個圈 即是找幾個國家繞幾個圈 才過去 而且這麼間接 我想不會加大scale 所以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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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覺得 你看到的就是 中國暫時正面 不硬降 不硬頂 反而是來找金仔出手 即是找些打手出來 現在除了要20大 要平穩過度之外 我想就算 去開完一宗也好 這段時間 我想寧可 找金仔去做事 找俄羅斯 去給金仔 讓金仔做事好 反正金仔現在轉了過來 暫時不是跟美國佬談 變成大陸佬不給 亦都不行 我想他暫時不想正面硬頂 我想他仍然在打超限戰 最重要就是 統戰到 好像Eon Musk這些人 然後看看會不會 在國內發揮影響力 亦都同時看美國中期選舉結果 然後再再重視過 情況 而反正現在 開完二十大 到了開一中 之後剛剛好夾了一個 夾完美國的國會選舉 那他有一定的時間 可以去討論一下現在的情況 即是 你來強硬就是強硬 但強硬到甚麼程度 決心要有的 一定要鬥爭 但鬥爭是怎樣鬥法 中間會不會有地方還可以合作 這樣 或者是否還可以有人值得去統戰 我想這些他們會重新考慮過 然後就繼續看看 是否可以找俄羅 拿去頂住壓力 而這個做法就是 變成了 只要繼續拿金仔做代理 而金仔就是拿 借著做代理人這個角色 去穩固自己的地位 還有就是 免得讓美國和南韓突然間來動他 他就死了 他回頭 空回頭 空回頭 看看美國 中國 我國 這三個博弈當中 我可不可以找到好處 讓自己穩定 另外一方面順便一提 就是泰國 如果巴育暫時站得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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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會不會有大動盪政局 暫時應該不會 中國應該伸不到隻手進去 或者未必肯伸手進去 或者伸到隻手進去 但是別人不受 嫌你錢少 也不出奇 所以變成亞太地區緊張還緊張 但是緊張當中 暫時破不了局 大家的資源都不足 大家都在realline資源 當然美國就不會這麼簡單鬆手 美國就沒有鬆手 不過美國的戰線暫時 暫時不要把 看它的款式 看美國的response 暫時不願意把自己的錢引去台灣 所以如果能夠在這裏 變成一個 不上不下的狀況 暫時有它不上不下 快點集中一些資源 在俄佬那邊去動 而俄佬想把這件事 向全世界燒開 既有心理威脅 即是說 精英那邊 尤其是跟錢有關的 我冬天都要搞生產的 你搞到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那些可能意志會有動搖 但如果你說普通人 或者一些政治精英 但是他那個利益 不是那麼 那麼被這些東西牽著 那些就是另一些想法 因為畢竟如果安全 你都保障不到的 何來生意呢 那所以我猜 普京雖然盡力掙扎 但是我想應該不會動搖到 即是西方那個的意志 在烏克蘭一線 台灣這一線 暫時大家都play down了 即是暫時都不出聲 大家你不出聲 我不出聲 全部靜了它先 眼光全部放在那邊 而中國也都靠著這個 看著烏克蘭的情況 再作定斷 即是到底跟著中國這邊 拆應他就拆應了 不是金仔拆應了 但是金仔拆應了 那不是啊 現在一哄哄到 即是南韓 四十幾架F35一起升空 去面對你的150架戰機 那如果你說真的這樣 升空來玩的話 那回到南韓 就可以開始 找中國和外國人要價 說我手上的傢伙不行 怎麼撐他們啊 那你不如給我多點東西 你給不到我 我做完這次就沒有了 然後又沒有了 你自己想好它 那對於中國來的就是 那美國佬 你如果有些人不要出那麼多聲 生意都還可以做的 那你就打敗我國佬 我不出聲 有些事情 我答應了別人要給東西 我也沒有辦法不給 但是 最多就是我只有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先給那麼多 那些丁丁那麼多的東西 都延長不了我國軍隊 多少 你都這麼強 那 而不給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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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佬的決 總之我不再出聲 那麽 我在中國也拿不到利益 中國和俄國同一陣線 那麽我也是被迫的 現在既然沒有了 那麽 俄佬也不出聲咯 我繼續想辦法幫烏克蘭咯 那麽 所以俄佬就繼續被人出賣 又繼續被人打 那麽 普京的那個玩法就是 倒回來推右派去死 實際上他一有推右派去死 因爲普京很清楚 只要真正他的contender 現在變成了未必是他下面那麽將軍 他下面那麽將軍 有一班人我懷疑都在和美國都暗中聊 怎樣 就是Displace了普京然後講和 但問題就是那班人 沒什麽誰真是那種霸氣的將軍 即那些真正強的軍頭 你找不到多少個 而且軍隊這次都受不少削弱 近衛師團裏面你見不到什麽特別人才 如果有特別人才那些 就第一 有些就算有 普京都應該把他射了很久 那麽如果沒有什麽特別人才的話 那班人到底 肯不肯動用軍隊去 踢普京落台 然後自己做 都可能未必有這個膽 如果他繼續找回一個其他 即是 至少表面上不是軍頭的人來做 如果你撞正那個是右翼那些人 那些人 一上去就發死命令 要你打呢 那就糟糕了 所以現在去到一個吊詭的情況 就是 普京之後肯定是醜的 但普京現在 他一方面 既是入駁西山 但又死不斷氣 現在變成了一個很吊詭的格局 入駁西山 但死不斷氣 因為他下面那班 正常地 偷偷地和美國在討論的那班 有他們怕右翼那班 那班 而且 這班官很明顯是不懂得說話的人 所以不懂得說話 即是沒什麽 沒什麽吹水的才能 有吹水才能的不少 都跑到最右翼那邊 天天在那邊吼吹 但那些也是吹吹那些 那些就不負責任 那變成了兩邊的勢力 平衡了 反而普京那邊 找到一道很微弱的生存空間 非常非常微弱 他報復他就做了 但就塞住了遊翼把口 你叫我玩客 我叫金仔來玩 金仔你只是想我開拖先 坐在你那裡說 我告訴你我正在玩客 其實我沒有玩客 大家都還是你推我養 所以如果是這樣 一時三刻 你說會不會真的出核彈 我看就不會 普京不會 亦都不敢這樣做 他下面的官僚 曾經沒有肯做 他只剩下一群 右翼口水佬在那裡救出他 那我想普京可能 有些很惡毒的事情 要想著 始終右翼這群人 雖然是他的支持者 但與此同時 亦都是他最大的敵人 如果你說真的有極端行動 可以扔他下台那些 我想不是軍佬的 有機會是一群右翼人 集合一些民眾暴動隊 走去搞他 或者無緣無故搞下去 無緣無故有個瘋子 再去做瓜 普京 或者有些 右翼人去抓他 找到一些軍頭 他都是右翼的軍頭 一起合作去對他 普京現在就唯有 就是他那種左搖右擺的表現 讓你猜不到 實際上就找另一群人 按住這些遊翼欄 所以 變成了俄羅斯內部 都挺緊張的 變成了他有時候的行動 就是古靈精怪 你不可以用一條邏輯去看 你看著一種鬥爭邏輯在裡面 幾個派在互相玩 而普京還可以站著暫時 因為 其實兩派都 真正握個局握不住 所以兩派都你推我一樣 就由他上來頂住 但暗中繼續較勁 然後看看哪一邊犯錯誤 就等被人批過頭 然後幾方面都其實有一個期望 就是分分鐘借美國老手去 或者借烏克蘭手去動對手 都不出奇 現在這些到底怎麼發展 我們都要看下去 這個短打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還有super thanks 遲些再聊 拜拜